我们的账户上 你会看到存款屋里面就是 那一天我领了10万块 那怎么用 生活花用啊 可能那一天 小孩的钱存了10万块 为什么能存 要睡钱啊 打工的钱啊 所以他两个钱的金流就断开了 断点 他就没有 从爸爸妈妈户头 到小孩的连结了 所以做这个动作 有这个用意 也有这个效果 会成 今天刚刚讲的 现在这个风开始 一直慢慢的烧 把火慢慢烧到 柯文哲的小孩子里面 因为刚刚讲 陈培琦 你昨天开那记者会 你一推256讲说 你这几年来 你从你的妈妈 你的爸爸那边 弄了那么多钱 总共1628万 1628万 这619万 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每一笔钱 都是清清楚楚 干干清清明明白白 但是简单已经告诉你 我已经扣掉你的薪资 扣掉你的稿费 扣掉你的影响费 全部扣掉以后 你还有619 还有更关键的是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毛骨悚然的部分 在于说 他说你都在关键的时间点 密集拿着现钞纯净 他说你的长子 长女跟次女 他是明白 以前只是讲 配偶及其子女 这一次直接点名 你的长子 长女 次女 就代表这把火 已经烧到小孩那边 还有一个关键点 你不是想说 你要买这个 1.21的豪宅 干嘛帮我儿子买的 我如果是帮我儿子买的 账是从哪里出的 难道也从你儿子账里面出吗 如果是从你儿子账里面出的话 代表你儿子的那里面 才是真的有钱吗 事实上下有一个 很重要关键点是说 如果他在密集的去存入他三个小孩 也就是用ATM的方式来进行的话 那就涉及到这三个小孩子知不知情 如果这三个小孩子知情 而且把他们的账户或ATM 拿给妈妈去做这样的处理的话 其实这也是涉及到洗钱 所以就为什么说 现在整把火这样烧烧烧烧 他要特别出来设立一个断点 那这个断点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都是到我这边为止 我的小孩他希望把小孩这个部分 给切割开来 但是看起来有办法切割吗 因为他昨天洋洋沙沙 讲的1628万 但最关键的在两个时间点 2020年3月 以及2023年从5月这边这个部分 密集的存入60次 然后总计619万的部分 他其实完全没有细节的说明 然后呢让我们觉得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现在竟然被我们终身独家发现说 他的保险库里面有黄金 有所谓的秘密文件 那你看他昨天特别出来讲 他为什么什么都讲了 就是没有讲黄金 没有讲秘密文件 这是什么用意 我觉得其实 他说我有了 我有价装的金氏都没有 特别问哦 金氏还是什么 他没有黄金 他没有特别交代 可是他讲那个黄金 非常耐人寻味 是然后现在情况来了 因为如果是黄金的话 那到底是多少 是一条一条的吗 还是是怎么样的一个重量 你要知道 今天我刚特别查了 黄金价格在现在 突破了历史清高 来到了2560美元 黄金价格在2022年的时候 每盎司大概1800美元 换句话说 黄金价格在这短短两年时间 涨了42% 如果说这个黄金真的是跟所谓的 汇款有关系的话 哇塞 那还是在持续上涨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钱 已经没有办法照我们自己讲 什么一亿啊两亿 没有 它是一个浮动的资产 而且这个浮动的资产 还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那真的 他们客家这几年风生水起 现在传出来说你有秘密文件 当然秘密文件到底是房企 还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也就是不记名债券 如果不记名债券 这几年也涨很多 不管你的不记名债券也涨了 你的房企也涨了 你的黄金也涨了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会认为说 这个为什么陈佩奇昨天讲来讲去 就没有讲到这两个关键点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昨天在怀疑说 他进行一个空中的一个 串供的一个情况 那所谓的空中串供的情况 故意漏掉这两点 会不会就是没有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才是要串供给科批的 就说这个东西被查到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如果我都要跟你讲 反正我也就坦荡荡了 对啊奇怪了 我不能自己有买黄金的4号吗 我就是个大妈 我大妈我有钱 我去买黄金 你会发现他故意这两样东西都讲 而我觉得有时候 你讲出来的东西不重要 反而是没讲出来的才是关键点 那坏句话说 如果问到科批的话 科批说我不知道啊 我老婆她自己有一些投资习惯 她可能固定讲 那几个已经可以讲了 什么她可以讲的 可能是有一些结婚的事 然后妈妈给她的预议啊 这都是空中讲的 至于没有讲出来的 科批可能就心里知道说 不要提 因为这个没有讲出来 对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今天陈佩奇告诉科批 就是你告诉你 可以讲50倍 你可以讲金氏 你可以讲这个所谓的玉器 其他你都不要讲了 其他的我不知道是 他们已经把它给转走了 还是说其他的被搜到了 但是你要装死 就不要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陈佩奇她在这一个记者会上 讲了很多 但关键的点反而都是没有讲的 那现在呢大家其实也把他们整个时序表 我觉得其实其中最诡异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是她的整个众旺基金会成立的时间点嘛 就是2022年11月2号 再来呢事实上就2023年 你看哦 逃租影员 她是9月30号特别去跟沈庆庆这边进行逃租影员这边会晤 隔一天她就出国 隔一天出国她手机就不见了 而且呢去年在这个总统大选期间 我记得吴欣盈还特别去讲到有关于 我们未来的一些产业政策上是跟这个虚拟货币 还有区块链是相关联的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对这个部分是绝对不陌生的 然后再来什么 就是2023年的 从那个10月开始到2024年5月这个部分 陈佩奇密奇的 就有在几十次存入了400多万 在这个时间点 在对照旁边右边这个部分 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4月7号的时候 民众长向监察院申报政治现金 4月8号的时候监察院就说 不对耶 你这个账面 账上看起来有6000多万 只有你的本子里面只有大概 两三千万 你大概还有两三千万 钱走去到 不好意思退回 一退回之后 4月30号政治现金入账 5月2号柯文哲被告 5月10号竟然就开始去买房进行签约了 这样就进去 所以我跟你讲 这里最不寻常一件事是什么 呃 陈佩奇昨天讲 哦那个 这个买房之前就是那个 政治现金7000多万啊 他们就说那个钱就进来 选举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嘛 选举补助款嘛 然后就是他们就说那个钱已经入账了 你这样仔细看入账是4月30号 换句话说 如果按照我们印象当中 1月份这个政府就已经把这个选票的补助款给党了 所以1月到4月 党都没有给柯文哲 一直到4月8号 监察院说你的账有问题 他们才在这个一个月之内 把这个钱 政治现金 选举补助款 给柯文哲的三个账户 所以这不是一件很悬疑的事吗 会不会本来还放在那边觉得没事 后来发现说有人查账 账不对 赶快把钱给转走 而且除了把钱转走之外 你没有发现 赶快买房子 赶快买房子 赶快买完房子 说那规费就进去就进去 然后呢制补公司也成立 再来7月 还去看1.2亿跟2.7亿的豪宅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反而是被监察院说 这个账有问题 他才开始进行 立即的财产处分的动作 这个如果在我们一般国前跑社会新闻的时候 这个叫脱产啊 这个其实就是要有意思要去转移啊 不然说一句实在话 如果是我 我是坦荡荡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放在社会新闻案件 其实这样子有这样的嫌疑 但有一个奇怪的点是 如果我今天是党主席 如果我今天是坦荡荡 那个刑的证人 人家监察院告诉我说 我账目上6000多万 我的本子只有两三千万 我要干嘛 大查账 我要大查账的情况之下 我会什么东西 全部都不要动 把所有账本给我弄出来 我才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钱被谁A了嘛 钱哪里有问题嘛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反而积极进行一个东转西转大挪威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不寻常 第二还记得那个line吗 柯文哲跟李文娟说 现在呢 这包括木可 包括众望基金会 还有新故乡 有多少钱可以用 两个月之内告诉我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四月份知道这样有问题 到六月是不是也是差不多 两个月之内告诉他 而且我们昨天有提到众望基金会 2023年2024年总计有2700万的收入进来 出去2600多万 最重要的件事只有10万元发票 所以他有非常多 没有办法勾基队的一个账 钱去哪里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当监察院跟你说账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把钱给转走 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寻常 所以刚才讲 陈佩琪昨天开那个所谓的记者会 有没有认真 有 有没有一些资料 有 可是刚才讲 他也密密麻麻的 真的啊 我真的从这个金融卡里面 三万三万三万十万 一位是吧 一次整成十万吧 我就三万三万三万十万 十万十万真的提出来 我真的从里面提啊 可是为什么今天简连 竟然针对陈佩琪昨天的讲法 今天发了一篇文章 直接在打脸 还有我们东森新闻去问的时候 直接交代那个保险库里面 第一个他特别强调有黄金 这个黄金 你昨天已经有金饰了 没有 他特别强调有黄金 第二个 有秘密文件 好 宝洁哥 这种危机处理 最重要的两件事 第一个 你就是要一次把所有事情都讲完 不要切香肠 不要挤牙膏 第二个 你就不要挖东墙 补西墙 地购大菜都 讲的就不是关键 昨天这个记者会 陈佩琪出来 我觉得啦 很多人可能通情 他讲到哭啊 讲到他公公啊 讲到他去土神 很想老公 这个部分我相信多少会得分 但是宝洁哥 四个字 多说多错 很多东西就麻烦了 可是他们把这个 所谓的资料都列印出来了吗 这个资料 他可以某种程度讲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质疑 很奇怪的这个动作 他确实做过 什么叫很奇怪 我的户头里面有钱 我就跑去那边 把他领出来以后 然后呢 同一台机器 再把他存进去 从先生的户头 存到小孩的户头 大家觉得你很奇怪 而且不会转账吗 可是他用这一个 他的整个 他柯文哲 来观众朋友 这是柯文哲的存款簿 他的存款簿 他把它列出来 要发现说 他确实在 2019年1月20号当天 领了3万 3万 可能自己手边有1万吧 然后照他的讲法说 他在存10万 但他有小孩户头 因为最多一次只能存10万 一次 这边呢 3月10号再来一次 这就有3万 3万 3万 1万 就是10万 所以这样看起来 大概有6次 他是这样做的 可是宝洁哥 为什么昨天陈佩奇 要出来开记者会 因为周刊已经写到哪里 说你在2020年的3月10号 便当会 时间我都记得很清楚 第二个 后来动工10月18 拿到那个建造 10月19就开始动工 对不对 前后密集去存 所以他说没有啊 那跟我什么关系 我本来就是这样 一年存几次 那你为什么拿2019的 你就把2020跟20 这个之后22年 开工的时候 拿出来就好了 两个关键点 两个关键点 是2020年的3月10号 到4月14号 另外一个是 2023年的10月 到今年的5月7号 是这两个时间点 可是你给我的时间点 是2019年 所以今天我在关键事件 跟大家讲 再不用情绪 就是关键的事证就是 因为大概有64嘛 对不对 600多万 619万 那你拿出的6次 是2019年的 那真正被质疑的便当会 跟那个动工前后的 2020年跟2023年 第一个没有看到 然后再来 观众朋友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你把钱领出来 再把钱存进去 基本上我们想一下 这边都有汇款的 像这个之前汇轨他呢 那有大量转出去了 汇款有这么难吗 你说你不要零贵 你网路可以汇 手机APP拿出来 现在很多银行 都直接可以转账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就是不要留下 你的户头 或你老公 克文哲的户头的钱 转到小孩身上去嘛 其实宝洁哥 一年有200多万的免税额 你转过去不会有问题的 可是他连转都不要转 所以在我们的账户上 你会看到 存款目里面就是 那一天我领了10万块 那怎么用 生活花用啊 可能那一天 小孩的钱存了10万块 为什么能存 要睡钱啊 打工的钱啊 所以他两个钱的金流 就断开了 弄断点 他就没有 从爸爸妈妈户头 到小孩的连结了 所以做这个动作 有这个用意 也有这个效果 2019就开始弄断点了 可能这是他的习惯了 但我告诉你 事实上就有断点 办案小组 所掌握到的是什么 是你扣掉了这些所有的钱 包含了你的妈妈 给你的这些继承的钱之后 你还有619 不知道怎么来的嘛 然后再加上 我刚刚讲了 两个时间点 你密集存 去ATM存法 去ATM存钱没有违法啦 可是去ATM存钱的 那个前后的时间 如果你每个月都固定 我每个月初一十五 就是要去存两次 而且例年来 十年来 对不对 十年如一日 那就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所掌握到的是 你密集存的是 2020年跟2023年 这两次 那其他时间呢 那为什么这两次 你会想要去把钱提出来 再存进去 第二个 刚刚跟大家讲 这个只能证明 2018年 2019年 他要这样做 那后来2020跟2023 这个时候 是带着钱去现场存 还是 真的也是到现场去领出 再存进去 他没有公布最关键的证据 最重要的是 他把他的这些钱 存到他的三个小孩的户头 把这个小孩 已经成年了 所以我也直接跟大家讲 因为去年12月5号 柯文哲跟陈佩琪 参选总统 有没有去前面申报 有有申报 那大家就算了嘛 那你保险箱里面 没申报啊 漏报 第二个 小朋友家的那个户头 里面有多少钱 用这种方式存进去以后 那些钱起到 小孩的户头里面 他不用申报 外界就看不到 我们正在讲说 很妙的是 他有两个保险箱 两个保险箱 各存了50万 昨天胡同就讲 那50万应该是 搬搬搬搬 搬到最后生箱的50万 为什么大家会怀疑说 你的保险箱 跟你这个钱有关 因为大家就怀疑说 你家的钱 现金你一定要有个地方 可以去parking 因为parking的地方在哪里 最好的就是你的 这个所谓的保险箱 刚才讲到 这个保险箱 我们这样算一下 就这个盒子大概大小 你大概可以存多少 大概存到这个 4000万到5000万 之前讲 吴董就说他的朋友 给多少钱 1000万 现金 小平 今天小平只要讲任何话 民众党就要告他 可是小平说 有一次一桌 有一次两桌 总共加起来 一桌的是1000万 两桌的是2000万 总共3000万也是现金 也进到了科普成这样 就4000万了 4000万如果再去把 那个所谓的1500 加起来 那就是5500万了 你这样算来算去 他们家到底有多少现金 可是这个现金 跑到哪去了 对 没错 实际上现在 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算起来的话 他们家的现金 真的相当多 有很多 这个包括小平讲的 吴董讲一大堆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以这个银行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他们的尺寸 我们就相对应 他们的保管箱的 这个尺寸来说 这里面来说 绝对不是只有 放你的50万而已 50万应该是说 你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最后剩下的这些东西 对 我也不认为 他们今天插扣了 这个黄金 所以 保险一下是他们家 现金的中途之家 对 也就是说 我可能拿了这些黄金 这些钱之后呢 我就拿了手提箱 然后就提进去 然后到这个地方 然后两个逼 我这个 这个秀出我的 这个保管箱的 这个号码之后 你跟我进去 然后我要做什么 你出去之后 然后我就进去 开始把钱放进去 然后我需要钱之后 再用这样一顿时间 然后再把钱拿出来 可能用这样的方法 parking在那个地方 看起来是最安全的 不然你不能解释 吴东已经讲了 他的朋友给了1000万 那是现金 这个小平也讲 而且我要再强调 小平讲任何话 民众哪都要告他 而且还真的告他 可是讲这个3000万 到现在还没告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如果说 如果真的假设 这个这次有传言说 假设这里面有房企 或是有这种踢棒的话 那这根本不得了 因为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洗钱的管道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洗钱管道 美元计价 或是台湾也有非常多 我们台湾也有非常多 譬如说台积电 或者说很多公司 都有发行 所谓不记名的债券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简单来讲 我跟他讲 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今天我要跟保洁 我要给你保洁好处 好 我就给你这个 不记名的债券 我就直接给你了 给你就好 你就拿走 拿走 拿走之后 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记名 所以也就是说 他一年要发这个股息的时候 你就直接拿了这个 你就去跟这个工资 就说我有你的债券 你有股息的话 一年多少钱 你直接给我 然后必要的时候 你还可以把它卖掉 因为这都不记名的 就是你拿的 谁有这个 你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他是认倦不认人 认倦不认人 而且这个东西来说 你很难去查 它的这个来源 是来自什么地方 所以我才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 如果假设 真的有这些东西的话 所以来说这一次 柯文哲他们的发财之路 让我们学到非常多 额外的金融知识 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讲 他们这一次里面来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 保洁我们就讲 我们帮大家稍微算一下 他们目前的钱真的相当多 你看多到什么状况 我们讲 事实上为什么 为什么陈佩琪 这个5月要宣布 他9月要退休 我真的觉得 看着他们家的财务状况 他真的要退休 他现在要转行做什么 做柯家的大总管 为什么要当柯家的大总管 保洁你知道 我们目前为止查出来的 他们家人拥有的账户 保洁我问你 有几个银行账户 我不知道 我们一般人大概三个五个 好像是两个还是三个 对 一般人都两个三个 全家两个夫妻加起来 大概五个六个跑不掉 他们家你看零零种种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 八个九个十个 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 还有这个子女账户都在他管 所以家人账户有 可能搞不好二十个账户 这么多 你当然这边需要管 你要这个钱会让那个钱 那个钱会让那个钱 这个你没有专门关系 你哪有办法负责 所以当然是这样 你看这么多的钱 然后你还要去 偶尔还要走到保管家里面去 还要看豪宅 然后还有ATM理财 然后有时候还零贵 然后有时候要干嘛 所以他真的很忙啊 所以我才说我看了 还有这么多的账户 对 我看了这么多 我都觉得哇 你真的是洋洋沙沙 难怪你真的是 这么的忙 这么的这个状况 好 那么就讲 事实上在这一次来说 我们讲为什么他一定要选举 因为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发财之路嘛 你看他很多不明的现金进来 你看我有很多地方 我们帮他算嘛 这次的政策现金4亿嘛 总统补助款1亿嘛 政策补助6.5亿嘛 牧口目前账上4千万 众望有2600多万 还有新故乡 所以你看这么多 算起来的话 你看未来的陈佩琪 或是柯家多有钱啊 算一算算 这个吴董曾经说 他们搞不好未来10亿 我觉得真的未来会有10亿啊 你算一算算就这么多 那真的就这么多 而且我补充一下 就是你现在讲说 牧口现在这个账上是4千万 可是不对是因为牧口刚成立的时候不是卖小物吗 卖小物的时候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 他说卖了7千万 你当时不是卖了7千万 为什么最后只剩下4千万 代表牧口已经有很多的钱进进出出了 而且牧口多少钱最后的收益是什么 那是你讲的 那我们看你最终的损益是什么 你要那个才是正确 搞不好牧口还有很多钱啊 最后大家事实上 你看算了这么多 难怪他要9月退休 因为这么多的钱 我也要管 然后我在这么多的账户里面要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说 陈佩琪真的未来会很忙 如果这次都没有爆发的时候 你看他管了资金管了账户 然后金钱之复杂 然后有牵扯到黄金 然后假设还有债券 然后假设还有这个房地产 哇这么多量理财的话 你就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现在其实最好奇是谁 最好奇是他的子女的账户 对 我们看到这次投回ATM是把钱存在哪里 存在子女的账户里面 当时就要看豪宅 他就看豪宅 刚刚讲的豪宅都是上亿员起跳 你没有那个钱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买 那个钱他是说什么 奇怪了 你可以讲 按照的柯文哲讲 我跟我陈佩琪两个人都是医生 我们当然可以买得起上亿豪宅 可是他讲之后是帮谁买 是帮小孩买 对 为什么帮小孩买 我直觉认为 是 那个钱是从小孩账户出的 有可能 因为他们把钱汇到小孩的账户里面 小孩账户来说 他依法他可以不申报 不申报 你根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金额 有多少一个状况 所以来跟你讲 他们家里面的钱 如果按照你这样去盘点来说 以前的钱就很多 未来的钱会更多 我们就讲 未来更多 选举款项全部都进来 未来的钱会更多 所以才说 他们家真的现金会非常多很多 好 小白 刚刚讲民众党一天到晚告 可是有一个东西 我一直在书记说 你说 有一次一桌 每个人给一百万 十个人给了一千万 后来又找了一桌 又找了两桌 一样的模式 一个人一百万 二十个人就是两千万 总共三千万 你讲的这个所谓的 言之凿凿 你讲的非常具体 可是民众党都没有找你 如果照样讲 你的三千万 武董的一千万 就四千万 再加上那个所谓的一千五百 就五千五百万了 他没有办法告我 我人历史事务都交代 而且捐钱的 一个捐五十万的金主 然后这个捐一百万的 在国宾饭店 那都是我朋友 怎么告我 所以他们还给我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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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 现金怎么拿 我给你讲 举例说国民那一场 对不对 一个人说一百万 那那个二十三个位置 做了二十一个 加上科问者 二十个企业组 是那个怎么样 是那个召集人 对不对 他钱放进去 那每个一百万 都放到一个 一个那个袋子 他就带走 是这样子搞的 现金是这样弄的 是啊 对我们去吃饭 那旁边还有一个捐款 像空袋子 一包一包就掉 就把一百万 丢到袋子里面 对啊 一个大袋子 丢给他 那就带走嘛 就现金就这样 现金都是这样收的 都这样收的 都这样收 我看今天 有个重大的发展 刚刚你开始说 你三个小孩的账户 对 这个才是重点 对我也觉得 那三个小孩的账户 对我跟你讲 为什么 陈美琦都把 都把钱流到那个地方 ATM留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要买豪宅 你买豪宅 就代表这个账户 是出得起上亿元的 对我跟你讲 因为在几天前 几天前 我的生火龙 报给我听 你有生火龙 有生火龙 然后在陈佩琦的 他的那个 第一银行的分行 是东门分行 那可是呢 可能他儿子是 信义分行 就大安生理工人 正对面那边 然后干嘛呢 几天前 陈佩琦带他儿子 阿瑶去那边 今天阿瑶 为什么要带阿瑶 因为阿瑶的账户 妈妈是不可以带你 对不对 因为阿瑶自己去 要成人了 成人 他快30岁了 去那边就简单讲 我大胆的推测 在第一银行的 新衣服房里面 阿瑶 有没有账户 然后我认为很可能有 你们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简单有没有查 因为阿瑶 他房子买一个 我想买给阿瑶一个小宅什么 阿瑶可能自己就很有钱 当然钱是 那个阿伯转给他儿子的 所以这三个账户 也是非常重要 好 那很巧不巧 那生喉咙 报给我几天前 报出来以后 那隔一两天怎么样 对啊 检掉去搜索 搜索金库 搜索保险箱了 对啊 因为他有飞狗 对 连政署 我的生喉咙 他们比生喉咙厉厉害 为什么爆料给我知道 就三十天前 那隔一两天就去了 对 两天前就去了 去搜索 搜索出来的东西 应该这样说 他们这样 所以说陈佩奇 所有的一举一斗 都早就被盯上了 他到桃猪影园 到哪里 都是飞狗队 都有照片 好不好 连政署的飞狗队 所以你说 去年9月30号 柯文哲单独进到桃猪影园 我们直接讲 桃猪影园 是全台湾最隐秘的地方 你根本不用进去 你也不用下车 你就直接进到那个门口 连这样人家都知道 你来了 他就车号 他就在下面看 也不用去看 那个什么监视机 那还要跟市政府 要警察局 直接飞国队清清楚楚 尤其年轻人都很干练 我讲重点是 他那么多钱 他有多少现金 我无法想象 真的假的 当然 你看 我随便加一加 他是没买到 是没买到 对不对 可是重点你看 他这个4300万 第一笔钱 小宅算5000万 好吧 我算便宜一点 1.2的这个什么 原力群衣 那还可以 还讲 原本也讲1.8亿 多少钱 五六亿也加起来 他有多少现金 敢去看五六亿的房子 如果 卖一点弄的话 搞不好 他已经买了好几户了 所以 我完全无法想象 他到底有多少钱 钱多得真的 无可计数的 好 对了 看今天 提讯了 柯文哲 可是 你看他出来 气定神仙 刚刚讲的 完全不在乎 刚刚还有 留上一抹微笑 现在他们就讲 你们查 有什么好查的 最多就是图利 图图你们清流 清流根本查不到 进去的时候 还一抹微笑 出来的时候 当媒体记者问他 1500怎么回事 马上脸整个垮下来 你说他进去跟出来的表情不一样 不一样 事实上 刚刚宝洁去问到 去讲到两个保管箱 对 陈佩琪昨天在接受 特定媒体访问的时候 有特别讲到 两个保管箱里面 其实就是 爸爸妈妈在她结婚的时候 的嫁装 就黄金 然后另外婆婆给她的预期 然后后来被找出来 各50万的现金 大家如果有结婚 如果按照陈佩琪 结婚大概是30年左右 那么你知道 现在就在今天 我去查了台银 今天一两黄金 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多少钱 10万 今天民众党不是说 为什么没申报 因为要20万才申报 对不对 请问一下 那么在 我们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因为台湾人在结婚的时候 尤其他们的环境还不错 所以在结婚的时候 要买给女儿什么 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还有可能其他的 还有更多的 请问 一个项链 一个手镯 没有两两吗 两两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就过20万了 那么除非里面是 这么小这么小 那个金锁片不值钱 那个金锁片 那另外当别论 但这些 这些黄金一件 等等都没有两两以上的吗 两两就要申报了 我跟你讲坦白的 今天如果 一个赚借 那个姑且不论 单单两两就要申报 我不相信 里面一个两两都没有 我觉得不相信 因为以陈培琪 他们加的这个 加市费点还不错 那么除此之外 现金100万就要申报 两个加起来 各50万 不是100万吗 请问这100万有没有申报 100万有没有申报 没有 有没有申报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不申报呢 你既然都要申报了 为什么不申报呢 好 陈培琪2016年 年方雨都要抗疫 他几千万珠宝 都要申报 你是不是登多大 2016年7月的时候 不是纯录410万 说是父亲的这个遗产嘛 对不对 我记得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夫妻在申报 这个财产的时候呢 那么陈培琪 已经申报在澎湖的房地产 有没有 也是爸爸的遗产嘛 我相信佩琪 所以佩琪能不能拿出 当时你的申报遗产的时候 是不是包括这410万 你有当官去申报这个遗产的过程吗 我也帮我母亲办过这个 比如说这个遗产的什么 什么这个手机很麻烦啊 但是我们的额度就1200万 你410万有没有申报遗产 除此之外 母亲2017年到2014年 535万老人年金 好 一年244万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申报证语 我问就好了嘛 有没有申报证语嘛 有没有嘛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自己承认这些钱 全部提领出来 他那时候 他昨天不是讲说 我觉得很奇怪耶 这如果是六年 然后六十几次 一年十次 这样很怪异嘛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 周刊明明写着 2020年的3月10号到4月14号 一个多月 你就密集的去存了 157万3千块嘛 然后在2023年的10月到5月 40几次去存了 462万6千块 你不是 你不是说 我一年去存个十次 每个月存一试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瑞德你的意思是说 昨天陈北级花这么多的时间 去所谓的去解释619万 是619万是现在浮上台面的金流 那个才是钱 那个钱 是现在客家刷索的金流 最重要的要害 他说他的薪水500多万 他说他老公的薪水171万 我可以理解 不过只是不太理解是 那为什么要领出来了以后 然后还是放到这个孩子们的 那个等于说 相关的账户嘛 总共他们昨天承认 陈北级承认 1628万 对不对 你知道三个孩子都成年了 不用报相关的 不用报相关的这个财产嘛 但是呢 我们大家很好奇是你三个孩子到底账户上面有多少钱 你们三个孩子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这些多少钱的这些三个孩子的账户里面 有多少钱是你们夫妻这个地方流进去的 Rate你想说 现在检调有可能去查查孩子的账户 我告诉你 检调应该已经掌握了 掌握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呢 一定 他要查他们家的金流 绝对不会只查柯文哲嘛 那柯文哲的账户 让我们账二金刚摸不着头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那么多账户了 你还要另外去开账户 各位 我最近去开过一只账户 我开得快要发疯 为什么 双证件就算 你知道弄一个新的那个账户 新的户头干嘛 要差不多拜个多小时 柯文哲何许人也 事实上最没耐性的人 他还要特别去开了好几个账户 然后呢 让钱都汇到那个地方去 连木可的450万进入你账户 你还不知道 450块进的五账户 我都会知道 那你就知道 他们家的钱多到 连柯文哲自己都不知道 各位不要忘记哦 他们家所有亲友的 相关的金流账 这些所谓的银行存责 银行存款 我相信 我相信检调 检调连单位都有掌握 除此之外 所以不是柯文哲跟陈北琪两个人 当然啊 因为要全部掌握才知道 你们钱可能留到什么地方啊 还有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 还需要再搜索一下呢